字幕 집ours of wounds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所以在我們上課之前呢 先跟大家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 這是一則新聞,我覺得蠻有趣的,所以我就唸給大家聽一下。 研究生論文抄襲,學位將被撤銷。 碩士博士滿街跑,但論文可能是抄襲或代寫的。 教育部決定重罰,教育部高教士司長何卓菲表示, 由於網路便利,今年來學術論文抄襲案件增多,會遏止弊端。 未來學生碩博士論文如果抄襲,除將撤銷學位外, 教授的評鑑深等和聘任都會受到影響。 全國公私立大學院校教務主任聯席會議, 昨天在長榮大學舉行國科會科學教育處處長胡志文指出, 有很多學生,這是重點,有很多學生不知如何寫報告, 可能是學校教師沒有教,於是就抄襲。 所以,你們應該很感謝我看到這次的新聞這樣, 所以我看完之後就跟我老婆講, 原來這是我的錯,不是你們的錯這樣。 何卓菲表示,確實接獲不少投訴之, 校園盛行代寫論文,尤其是在職專班的學生, 工作課也兩頭忙,為了拿文憑不少人出錢, 請別人代寫論文, 後面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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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後面還跟我們講說, 我們可以去用中三大學已經發表的偵測筆對系統, 然後可以短時間之類就掃描論文或報告, 看是不是吵襲這樣。 好,所以其實上個禮拜我跟大家稍稍講過就是說, 其實那時候希望你們教報告上來, 當然是希望你們教自己的意見上來, 那可是後來其實我就陸陸續續那天非常的忙, 接到蠻多同學的email, 還有很多同學就到我辦公室去讀喔這樣, 那所以我還是需要再跟大家稍稍再說明一下, 就很抱歉,可能已經來上課有些同學, 其實已經知道了, 那如果有些同學其實還不知道, 還是再跟大家再強調一次。 像我最常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學生會問我說, 老師那我名字有沒有在你抄襲的那一疊裡面?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玩, 這問題有點像是, 我兒子下午突然跑來問我說, 欸爸爸,我早上有沒有跟你說謊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在某個程度上是, 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你有沒有抄襲, 應該是很, 其實最知道的應該是你自己嘛, 那我事實上可能要花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的力氣, 才能夠知道你有沒有抄襲這樣, 所以我還是再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抄襲這樣, 抄襲的嚴謹的定義就是, 在網路上, OK, 或者是在學術論文上面, 人家已經發表了, 然後你只是, 比如說把英文翻成英文, 就直接抄下來, 或把英文翻成中文, 然後沒有quote原來文章的出處, 那就叫抄襲, OK? 那就叫抄襲, 可是我不會拿這麼高這麼高的standard bar, 來看你們, 所以我講了, 就是說, 如果你的報告裡面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文章, 或段落, 是由這樣的方式產生的話, 然後你也沒有標明出處, 那其實, 基本上, 你就是希望說, 你可以把別人的心血轉移到你的報告裡面, 然後交上來, 希望我在看的時候誤以為別人的成果是你的成果, 不就是這樣嗎? 不然為什麼你會做這件事情呢? 那如果有這樣的心路歷程的話,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操心, 應該是非常非常單純的事情, 那我趁著週末其實把大家的報告幾乎全部都看完了, 那現在的確是遭遇到一個還蠻嚴重的困境, 就是, 就是, 有很多同學的報告都超零這樣, 嗯, 就真的都非常的超零, 就是說, 那時候其實我本來寫reading report, 我本來以為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然後也花了時間跟大家提過了嘛, 就是說其實你就找一篇論文, 然後把你看得懂或看不懂的地方全部都寫下來, 就是非常單純的希望你們自己, 其實這個其實只有幾個很簡單的目的, 第一就是希望你們不要物理系全部都畢業, 都沒有看論文的習慣, 第二個就是說讓你們知道一下, 就是說人家在外面寫一篇論文出來的時候, 它的難度是在哪裡? 可是你們交上人reading report卻常, 那我就哇天啊, 哇教到一般天才這樣, 因為, 就每一個人在寫report的時候, 就是write it with confidence, and actually understand every single detail, but how can that be? 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找的這些論文, 其實都是, 就是這些期刊其實都是很好的期刊啊, 他們都是基本上在正常上打仗的這些research frontier, 然後, how can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understand it with confidence? 就是你們有辦法這麼有自信的完全了解對方在幹嘛, 這個就是完全跌破的眼鏡這樣, 那結果現在造成我在評分上有非常非常嚴重的, 問題這樣, 也就變成是說, 可能, 所以你們應該很感謝那個開藥給我吃的醫生這樣, 我發現這個藥吃完之後, 會讓我這個變得非常的溫良恭敬讓, 然後, 所以我在weekend的時候其實有跟我小孩聊聊天, 然後也有跟我老婆聊天, 我覺得可能在某一個程度上其實是, 你們可能從高中以來就是沒有被要求, 怎麼樣要寫一篇報告, 那你們可能彼此在網路上面寫網誌或幹嘛的時候, 其實常常就轉貼別人的東西, 然後可能也沒有惡意,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就是說, 我現在在打分數的時候, 事實上變得非常的困難, 我在周末那時候試著打分數, 然後我就發現我自己陷入兩難, 如果今天其實只是看有沒有抄襲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們交上來報告很多很多都不可能及格的, 可是在這邊其實可能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惡意的, 想要讓自己的報告變得更好或者怎麼樣, 可能你只是因為沒有人交過你們寫報告, 然後你們沒有這個習慣, 然後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等待大家禮拜四之前,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你自己報告其實不是很, 就是說其實事實上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抄襲別人的部分, 網路上的文章,或者是你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或者是甚至是原始的研究文章的時候, 請你就再交上來, 我禮拜四會再讀一次, 如果最後讀完之後發現我還是沒有辦法批閱, 也就是你們班不及格的人超過一半, 我可能會撤銷這項作業, 然後我會把報告全部發還給大家, 那我們計分的方式就會調整成, 其中考五十、其中考五十這樣, 所以我想從這件事情其實我也學到一個很大的一個lesson, 就是, 其實對我而言其實這是一個很shocking的經驗這樣, 因為之前其實我也都讓學生寫過報告上來, 那我從來沒有改到說最後其實會到這樣的困境,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對彼此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lesson, 比如說對你們而言, 可能你們求好心切, 你們希望你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有一些水準,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你網路上找到一些已經存在的東西, 可能是比較有水準或怎麼樣, 甚至超過你自己的水準, 可能寫上來之後就變成在我眼裡看起來就變成是不入流的東西這樣, 因為我常常看到就變成是你的文章可能在前一段的時候, 就還蠻符合大一下的程度, 然後就突然出現一片就是閃閃發亮的黃金片這樣, 無論是在邏輯上理解上跟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 然後突然那個黃金就一下就消失了這樣, 然後又變成另外一個, 然後譬如說這個就變成白銀然後變成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非常想這樣, 一場閱讀別人的文章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做研究, 比如說審別人的文章, 所以當你去做不同resources, 就是你在不同的資源然後剪貼出來的文章, 其實我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可是我看不出來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知道你這樣做的時候到底有沒有惡意, OK, 那我為了這件事情其實就想了蠻久的, 就是如果你有惡意, 我當然應該給你一點報應, 對不對, 因為我老師不是本來就應該做這件事情, 那可是, 我就在那邊盯著你們的報告看看看看, 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甚至拿兩篇出來就是, 我非常確定就是這裡面其實都超過一半, 事實上是他從網路上直接剪貼下來, 我就在想說, 這兩個同學到底哪一個有惡意, 我怎麼不可能去把他們的上次的考試成績調出來, 我比較, 考比較高的那個就沒有惡意, 考比較低的那個就有惡意, 是這樣嗎? 我沒有那麼低級, 所以呢, 所以的確就是你們現在交的報告就是, 就是讓我的確陷入了, 非常嚴重的兩難這樣, 如果最後我到最後沒有辦法判別你們的報告, 交上來的時候, 到底是因為, 你們是因為一時無知, 然後這個就犯了這些所謂的無心的過錯, 還是說, 其實你們根本是壓根的就是, 想要交上來騙分數的時候, 我可能會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 我怎麼樣去, 去改你們的報告這樣, OK, 那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就是, 不是個案這樣, 而是基本上是整個班級的, 就已經是要用比例來算, 我不是說每一個人, 我相信當然還是有很多人很認真的, 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把報告寫出來, 然後關於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蠻遺憾的, 所以雖然我最後還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可是先跟大家稍稍講一下就是, 我改你們報告到目前為止的進度這樣, 那我不管最後計分方式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們真心的有好好的做過這篇報告的話, 其實不要太在意分數, 那我希望你們有一些成長, 那如果你沒有真心的做報告, 只是剪貼網路上的東西, 然後想說這個其實你創造這個報告的時間, 跟你創造你部落格上面一篇文章的時間, 是差不多的時候, 那我真的覺得其實你應該回去好好的認真的檢討這樣, 你當然也可以很驕傲就是說, 你修好老師每一年至少都要審十幾二十篇專業的論文, 他自己也寫論文, 也看別人的論文, 我可以打敗他的鑑別系統, 因為他鑑別系統裡面沒有一個功能叫做辨別, 這個抄襲是有惡意還是沒有惡意的,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這麼美好的日子其實也許一輩子只會發生在你身上一兩次而已, 在我們學術界, 抄襲是沒有分惡意或不是惡意的, 我曾經審過別人的論文, 然後他就是抄襲, 我不管他是不是惡意的, 我就直接反應給Editor這樣, 所以他從此之後我會這樣, 就不會上, 就不會再登錄在那一個期刊上面, You don't have a second chance, 如果你今天是去外面的話, 同樣的如果你在公司裡面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抄襲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難很難洗刷的罪名的, 所以不管你是無心的還是有心的, 不管你是無心的還是有心的, 我希望就是你以後一定要把這個習慣改掉, 不然你一輩子, 你就希望你一輩子都浮心高照不會被抓到的, OK? 所以這是有關於你們報告抄襲部分的, 在某個程度上我會有蠻訝異的, 原來我的這個grading system也是有bug的這樣, 所以我也蠻感謝我自己, 其實因為已經生了一個很長的病, 一個多月現在也快好了, 不然的話, 平常我活蹦亂跳精力持住的樣子, 現在就很生氣這樣, 就把大家痛罵一頓, 那我這次其實我覺得有稍稍退後一步, 我有看到, 可能真的是從來沒有人教你們怎麼寫報告,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再重申一句, 以後如果你有任何場合, 一個老師其實如果很真心的希望你們交報告, 不是只是上下交商賊, 就是他需要打個分數, 你們需要交個報告, 那會不會這種老師會啊? 那你要怎麼做, 我不管這樣, 如果是有一個老師, 他其實真的真心的願意去看你寫什麼報告的時候, 麻煩這樣, 就什麼叫抄襲? 什麼叫不是抄襲? 抄襲就是你把你找到別人發表的東西, OK? 只需要用小腦process, 重新轉譯, 然後假裝是你自己的東西, 那個就叫抄襲, 不管你的動機是什麼, 那個就叫抄襲, OK? 那我希望你們以後, 就是所有的人在做任何的事情, 不會再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很顯然不是, 不是老師們應該交給學生的事情, 那這一次我寧可相信就是我看到, 大部分, 就是如果今天其實撇掉說你們是學神的身份, 我把你們交上來報告, 其實就好像是我平常在幫外面的國際期刊, 神的文章一樣的話, 那你們的分數一定都很難看, 你們根本完全沒辦法去理解, 比如說別人如果做了一件事情A這樣, 然後你在這邊寫, 寫的好像A是你做的, 然後完全沒有引用別人, 你們根本不知道這個是多嚴重的學術上的罪這樣,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這樣, 那我相信你們可能只是因為年紀還小, 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你們好像就覺得, 我就剪一下, 還很OK這樣, 有些同學甚至就覺得說, 它原始是英文的啊, 然後我就把它翻成中文, 我用自己手寫, 這樣有什麼錯呢? OK, 這是錯的, 所以, 希望大家這個以後不會再犯這件事情, 那我會等大家看看, 好啦, 我開放個五分鐘到十分鐘, 如果你們有什麼其實想要跟我講, 因為其實我後來發現這件事情變成, 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它, 也許我應該聽一下你們的意見, OK, 所以如果你們針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現在反應給我聽這樣, 好不好, 嘿, 如果, 如果定義比較正的話啊, 是, 就是像那個超刀題, 它定義怎樣啊, 或者說, 某種物語特性它的定義怎樣的話, 然後這樣子, 從那個論文上面這樣翻成, 其實這樣算抄襲嗎? 在嚴謹的程度上, 這也是抄襲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定義的地方, 其實寫報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有沒有, 其實就是說, 你把你的references, 全部看完消化完之後, 放在旁邊, 你寫出來的東西, 其實才是你的, 其實才是你真正的報告, 所以如果你今天譬如說, 你在寫抄襲題是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你在後面就應該quote, 你其實這個是從哪裡出來的, 如果你是那樣寫, 其實那就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方式, 可是如果你自己寫的時候, 抄襲題就是什麼, 然後沒有什麼,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真的summit過來, 是一個學術上的期刊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句話是你講的, 然後是你的認知這樣, 那我如果判斷說, 你怎麼可能會有這個認知, 那抄襲的事情就產生了, 因為事實上那不是你的認知, 那是別人的認知, 可是你想要用他的認知, 可是你卻沒有quote他, 其實我是覺得其實, 其實抄不抄襲其實是一件非常單純的事情, 假證你今天是一個非常多產的作家, 那你自己去看待別人怎麼樣, 是不是抄襲, 你就說今天我寫一個, 譬如說寫一個七言的絕句這樣, 然後我有四句話, 我只是抄襲中一段, 你可能覺得很ok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李白, 你會不會抓狂呢, 我相信你會吧, 對不對, 所以抄襲其實是非常單純的容易的, 其實你只要去很單純的檢驗你自己, 就是說你自己是在這裡, 因為寫不下去了, 所以你就想要輕輕巧巧的過去這樣, 所以你就拿一段直接貼上去, 那是最簡單的, 我們自己其實常常也在寫論文, 所以我當然也知道那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全世界的東西只有一個東西你可以自己抄, 就是抄你自己的東西這樣, 這是為什麼我會有一本厚厚的筆記本這樣, 上面寄滿了我, 其實有時候會想到一些東西跟所有的idea這樣, 所以當你突然處在人生比較, 沒有那麼多idea的時候, 你至少as your own self can copy這樣, but remember that, 這個世界上只有你自己可以抄襲你自己的東西, and that's it, 其實沒有其他的東西你可以這樣子去弄的, OK, 嗯,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點, 就是我們看這個報告,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看的話也看不太多, 所以如果你要寫那個個人的見證, 然後其實也寫什麼, 寫不出什麼, 然後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通常都是去查的, 但是這樣的話會不會變成整篇報告, 其實都是reference, 就是全部的參考, 嗯, 其實如果你最後, 你們按照就是說, 整篇報告其實最後都是reference出來之後, 那個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報告, 可是那個至少是一個誠實的報告, 嗯, 那你們當然就說, 奇怪, 這個東西不懂, 為什麼老師你要push我去做? 那其實有很多原因,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你們現在學的這些東西, 我相信其實在我過去帶了, 我在發現過去兩三年來, 其實大家在修物理系的必修課的熱誠, 都大幅的下降, 原因之一可能事實上, 其實你們不知道說, 你們學這些東西跟你們實際上最後會用到的, 有什麼關聯性, 嗯, 那所以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你們直接去看一下, 就是人家其實實際上在做科學研究的, 他們實際上用到哪些tool, 他們的程度到哪裡, 你們可以直接看得到, 這中間有個很大的gap, 希望你們至少可以, 在學這些非常簡單的東西的時候, 可以稍稍的, 想要辦法把它寫好, 否則的話, 你永遠不會達到那個境界這樣,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描述你們自己不懂什麼地方, 或是有什麼問題, 清楚的把它寫下來, 其實也會是一個很好的reading report, 那可能這一部分雖然我有講過, 可是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讓大家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大家的報告都很逞強這樣, 就好像很害怕在我面前, 就是透露出說, 這個是我都不懂的, 就是, 其實我本來一直都在期待說, 我會不會看到一個報告就是說, 其實這個第一個equation, 我完全不懂這樣, 然後中間只有什麼什麼, 我懂到什麼地方, 第二個報告, 第二個equation, 我也全部都不懂這樣, 然後其實我很少看到這樣的報告, 大家其實只是在最後, 一個很小很小的心得寫說, 這次讀了什麼東西, 讓我體會到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很難啊,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大家其實只會在最後, 稍稍有一段, 就好像說心得寫的, 跟大家講說很難, 可是在前面的報告, 大家卻都很逞強, 都好像是說, 欸, equation one就是長這個樣, 它背後就是這個意思, 或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 可是其實這個並不是我要你們寫reading report的, 的用意所在的, 那, 你們以後慢慢也會發現, 其實, 你們人生中其實很少會再有這種, 就是說, 像席題這麼簡單一個東西, 你們經常被交付的一個任務, 其實就是你原來就不懂, 那你就是想辦法去把它弄懂, 那那個過程, 你們, 也許這一次我給你們的門檻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們不見得可以一次達得到, 可是, 你可以試著自己可以達到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那可能就是你們達到的境界就是太, 太優秀了這樣, 太優秀以至於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不是你們現在達得到的境界, 你們只是去操別人的東西, 食人啞晦寫下來這樣, 所以, 可能我沒有跟大家講清楚的就是說, 一個報告它不見得一定要是完美的, 可是一個報告應該直接很誠實的反應出來, 你碰到這個問題, 一開始完全不同的程度到你最後努力過, 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即使只是一模一樣, 你把它寫下來, 我覺得都是我可以接受的報告, May not be the perfect report, 可是, 會比你塞一堆其實你不懂的東西進去,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你把它全部補齊了, 好像你懂, 可是事實上你一點都不懂, 其實那個會來得更好這樣, OK,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你說要互助引用的地方, 但是我沒寫完一句話, 然後後面就要互解說, 就是我這句是從哪裡出的? 還是我要再做啊, 再一個參考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愛啊, 其實如果你們真的去看, 你們找一篇paper好了, 假設你這篇paper是從 physical review letter 找出來的話, 其實你常常發現, 你後面那個作者寫一句話之後, 後面其實通常有四五個references, 有沒有? 如果你們真的有去讀論文的話, 然後, 所以其實你們很多人選的文章, 其實沒有真的選到research article, 是選那個introductory article, 所以最後他其實好像前面作者寫了好多好多的話, 然後只有一兩個references, 可是其實如果你們真的選的文章是research article, 你實際上發現, 你做著寫一句話, 其實後面就一堆references, 那他們是白癡嗎? 為什麼他們這樣寫? 那就是因為那句話本身其實涵蓋了過去, 有很多人他們做的東西這樣, 所以你就是必須要去引用他們, 那即使是一個這麼frontier的research article, 他就是這樣做, 其實你們的報告本身其實也應該這樣做, 那可能只是因為以前你們其實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蠻訝異的,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在寫文章有沒有, 寫文章花的力氣, 其實跟最後把references放進去的力氣, 其實一樣是1比1的, 可是我發現其實大家並沒有特別是這樣, 有些人甚至放文獻的方法是非常loose的, 也就是他整篇寫完, 然後最後就說我參考資料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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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那是完全錯誤的reference的辦法, 因為根本沒有人有辦法去知道說那哪一部分是你自己的想法, 哪一部分是你直接從別人的引用過來的, 所以這一部分可能我想怪你們其實就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後來有去問一下比較年長的, 就你們的學長姐們, 我說那你是不是以前在高中時候就是從來都沒有過, 有老師告訴你們一個寫一個報告, 怎麼去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的概念, 那我覺得可能這部分是沒有, 所以就說如果你們犯這個錯誤, 我覺得有時候我很難去怪你們, 可是有一些人是真的可能就是真心的不想要讓我知道說他這部分是抄的, 而他真的就是抄的, 那然後會有一些模糊地帶, which is just really hard to judge, 有對我而言要抓出來就是說你們的報告是不是有一些部分, 不是你們自己的意思, 不是你們自己的話, 是比較容易的, 可是抓出來之後, 我要再問我自己說那是因為你們沒有經驗, 所以你們犯這個錯誤, 還是說因為這位同學實在太想要過映術了, 所以他才這樣寫, 我想了很久我就沒有辦, 我沒有這個見別的能力, OK,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對於報告這些, 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可以大聲一點嗎? 其實這個是為什麼我現在其實讓你們發問的問題, 因為其實就是說以大家交上來的報告, 我全部都看完, 其實差不多有一半, 基本上都是, 都是, 就是說我自己的個人的判斷, 就是說有一半的報告, 事實上是, 讓我比較明確這樣講, 有一半的報告, 他們自己寫的部分是超過於reference的, 我看完是這樣, 有一半的報告是相反, 是他剪貼出來的東西, 事實上是超過於他自己的意見, 那可是這是很嚴重的, 因為如果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要打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你們班會有一半的報告, 是不及格的分數這樣, 那這對你們而言可能也會是很大的打擊, 對我而言也會是很大的打擊這樣, 那一個比較好的補救辦法是說, 我在這一半的報告裡面, 我再去deferentiate說, 你哪一些是超的哪一些不是的, 或怎麼樣, 或什麼什麼,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沒有這個鑑別能力這樣, 我可以鑑別你們哪一些東西, 事實上很顯然是貼上去的, 可是我沒有那個能力去鑑別說, 你們貼上去的時候, 到底是居心頗測, 還是因為是非常無辜的小白兔這樣, 所以我才希望知道一下, 就是說你們自己的反應是什麼, 那如果其實大家, 那因為其實上次我其實只閱了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裡面有三分之一, 事實上是長那個樣子的, 那也就是九分之一, 所以我會覺得說, 也許只是一小, 就有一部分是需要被糾正, 可是只是一小部分的同學, 我希望你們禮拜四再交上來, 可是如果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半的時候, 現在問題就比較嚴重, 因為第一就是禮拜四幾乎就是三天而已, 我不是很確定, 就是要你們硬交上來有什麼意義這樣, 嗯,那, 對啊, 而且就算你們重新交上來之後, 你們是不是真的就能夠, 非常faithfully去達到其實所謂不抄襲的標準, 我覺得可能也蠻困難的, 所以, 所以, 有一個可能性是, 我可能就會把所有報告全部都改完, 然後有些好的報告, 我會指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 可是一整件事情我就不平分了這樣, 所以, 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其實, 我讀的報告裡面, 就是, 我讀的報告裡面就是, 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概念, 然後, 就是有的是蠻重要的, 就是整個, 入門的主題, 所以我就去, 上網去查說, 那個, 那個, 物理現象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 因為我本來就不知道, 然後, 所以我就查了很多地方, 然後最後, 因為, 因為他, 入門主題是跟他有關係, 所以, 我開頭是先寫, 簡介那個現象, 那, 因為那個現象, 是我從很多地方找的資料, 然後, 我最後把, 我看完之後, 覺得我有理解到跟, 他跟這個入門, 很有關係的地方, 很重要的地方, 我把它寫下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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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簡介的每一句話, 都要注意, 我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說, 像你問出這個問題, 真的就表示說, 其實是老師失職這樣, 所以呢, 我可以跟大家稍後再講一下, 雖然這個不是印術課, 可是, 我希望你們會寫報告時候, 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一個reading report,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是, 你必須要有個main reference, 對不對, 然後這個main reference裡面, 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subject, 假設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是選了一篇prl, 你應該可以立刻看得到, 其實prl它會有個title, 它會有個author, 然後它會有個affiliation, 就是說這些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文章裡面, 好吧, 我們下一堂課再講, 我們先下課好了, 好, 所以, 這是商量機呢, 好,